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剛才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卡片和帖文 是否很開心和喜歡呢? 其實在拍這輯照片時 都有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例如在拍這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和其他照片有些不同 就是沒有表情和沒有笑 其實自己平時拍照 去到影樓或拍攝報紙 或跟粉絲拍照 我一定會笑得很開心 而且要自己不笑來拍照 我覺得有點難度 我穿著這些衣服本身也會笑 但攝影師跟我說 這件衣服你不應該笑的 應該比較酷 我忍笑忍得很辛苦 讓我笑到停為止 他才可以拍照 就好像阻礙他時間 其實拍的時候也是要時間 拍一些不笑的照片 而且是否好像很專業 其實都忍得很辛苦 其實這張照片 大家不要看好像穿得很適合身 其實在這件衣服的後面 是很鬆的 人家會幫我夾夾夾夾夾夾夾 可能整排四五個夾夾在後面 大家看不到 而且褲子都很鬆的 其實自己穿小馬的褲 有時都覺得很鬆 所以都要在後面夾很多夾夾 夾到好看為止 幸好他只拍前面 如果拍後面真的會笑死大家 我們在這張碟裏面 有五支歌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這五支歌裏面 我們用了多少時間 用了多少心血去製作 在每支歌 至少會用一個月 我們算起來 我們拿到一支歌之後 再填詞 再去編曲 再唱 再去混合 我們至少會用一個月 有情客傳這支歌 就是用特別多的時間 這支歌 我們會用了大概四至五個月去製作這支歌 因為我們拿了一支歌 其實這支歌是自己很喜歡的 所以我極力推薦要用這支歌 我跟公司說我很喜歡這支歌 希望他給我一個機會填詞去唱 幸好公司也很同意我的講法 他也覺得這支歌是好聽的 所以他也給我一個機會填詞和唱 我跟我的監製 填詞人Oliver 一起去聽這支歌 很多次 填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一起填 也有時候是自己拿回家 慢慢再逐句聽 逐句填 填完出來的效果自己很喜歡 但也有一些地方要改 填完之後 填完之後 也有一些是 我給監製他會改回 一些字眼 可能這個不是很適合我 不是很適合音 這樣就讓他改回 出來最後的效果 也有一些位是很搞笑的 尤其是第一句 有些同事聽完之後 他竟然跟我說 第一個是 又再落堂 但我心裡不想 就這樣落堂 他在喝咖啡的時候 就跟我很感情地唱這句 又再落堂 但我心裡不想 就這樣落堂 即是想怎樣落堂 他把這個落堂當作咖啡的落堂 我就覺得好像 挺像 這個就很搞笑 但其實不是這個意思的 落堂是上課上課 和落堂的意思 這就是因為在學校裏 一個女生 暗戀一個男生 但又在假裝兄妹 即是暗戀的感覺 其實也有點痛苦 有點甜蜜 大家聽一下就會知道 我們在錄音室裡 發生過什麼的趣事呢 就要講起 十五十六十七這首歌 即是這首歌 剛才也講過 他有很多歌詞 也是自己第一次唱Rap歌 有五百多個字 其實自己覺得很快 很有挑戰性 在Rap的每一段裡面 自己也有練過很多次 在家裡有練 坐車也有練 自己聽著歌 就不斷唱 不斷說 有時候說到 你也會打擊 在錄音室的時候 對著咪 對著網 試過唱得很快 然後越來越快 我就咬到你了 我咬到你了 他又會流血 流血我就會痛 又要停一停才可以再錄 這些就阻礙了時間 但現在我已經練熟了 也都背熟了這五百多個字 所以我現在唱就不會再有問題了 這首I am ready 就會在4月24、25或26日推出 到時會有一個活動 是賣碟的 即是出碟那天就會有一個活動 希望大家都會參與 越多人就越好 其他細緻的東西 就會交給公司的發行部 去處理 還有在出了這隻碟之後 短期內都會有一個簽名會 所以希望大家到時 買完這隻碟 就拿來給我簽 裡面就有很多卡 即是剛才看過的卡 還有Poster 都可以拿給我簽 而買的碟是送Poster 記得 總希望大家會支持 I am ready 절算清楚心裡寂寞 靜難至今 無奈說出口太異常 還要用 Jegie 贝贝 贝贝 贝贝